中文字幕志愿者 谁能分清三人世界 都不想捅破这场 看到了他给我发的 把他和他的兄弟群给拆了 既然当我当哥们 你感情何在 你成年了吗 金丽智能手机 爱情保卫战 本期亲情奉献 由金丽智能手机 E-Live系列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金丽智能手机 E-Live系列独家冠名 本节目的播出 感谢海伦凯乐眼镜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要感谢 踏浪电动车 和来自真心瓜子的 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的到来 此刻我们的屏幕下方 已经打出了一个 手机短信互动的电话号码 大家只要发送短信 到这个号码 就有可能获得 由金丽智能手机 E-Live系列独家提供一部 智能手机 接下来要认识一下 今天三位帮助 我们的嘉宾朋友 走出他们情感困惑的 专家老师 他们分别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曾经是八九十年代 很多男人心理偶像的 沈丹平沈老师 欢迎沈老师 夏敦豪 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 有人叫他小王子 欢迎小王子 夏敦豪 夏老师 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朋友 又碰到了怎样的困惑呢 先让我们通过一个VCR 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感道路上 所碰到的困惑 请看 一面是友情 一面是爱情 我们左右为难了 这对情侣的困惑 应该如何解决呢 来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 青号女主人公 天津 是一位经济人 学历大专 年收入十万女主人公 夏敦豪 24岁 来自北京这位模特 学历大专 年收入十万 得见 男主人公 男主人公 这边是爱情 对 那边是友情 很难 不知道怎么办 对 是怎么 她就变成了 你的女朋友 我跟美轩 就是在她前男友的 一个生日party上 认识的 然后因为我们都有 很多共同的朋友圈子 然后其实我第一次见她 就是挺喜欢她的 然后到最后我们就变成了那种 无话不说的朋友 其实我心里我也 我也能明白 我也知道雷诺就是 是我最好的哥们 我也不能那样去做 但是感情 真的是控制不住 感情来了 控制不了 对 当时我们就是说都很 努力地控制压抑自己的 那种情绪 那种感觉 都不想统合这层 我跟浩哲约好了 有一天我们俩要去吃饭 平时我男朋友大概七点多会回来吧 那天很早 大概下午三点多就回来了 他一直在给我打电话 然后各种短信 我前男友很正常地拿起我手机 看到了他给我发的短信 就这样发现了我跟他的关系 然后就很暴躁 问我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承认 我不想去伤害他 所以我就没有承认 后来什么时候 你们算是把关系都捋清楚 雷诺他之前给我打过一通电话 我可以能听出他非常生气 但是他没有向我爆发 其实当时我的心情 也是很纠结很矛盾 就是一边是有情 一边是爱情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 如何去选择 既然现在我跟美轩两人的关系 已经公开了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就想尽力地挽回 我这段就是有情吧 你们俩在一起吧 那你们俩快乐吗 不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俩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雷诺跟浩哲他们俩是同事 雷诺经常会刁难他 然后这样他每天回家就会 找各种旅游跟我发脾气 其实不是像他发脾气 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你应该能理解我 我也很纠结 我压力我也很大 雷诺跟你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我跟他是一个就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他是做平面模特 我是做经纪的 比如说我跟客户谈好 然后安排他明天就去录影 或者去拍片子 什么的 等于时间地点都定好了 等转天 他完全放人家鸽子 弄得客户直接给我的一顿皮头盖脸的骂 那你们俩的问题是 不能提这个人是吗 还是说因为这样他每天回家都冲你发脾气 对 最近他开始喜欢喝酒 经常喝完酒以后我就会说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跟我最好的兄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是说向你发泄 但是多少也会是因为你 别管是多少 哪怕一点也是 你跟雷诺当初的关系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有问题吗 虽然表面上没有太多的问题 但是我跟雷诺其实之间 已经没有太多的感情在了 即使他不出现 你也会跟雷诺分手 是这个意思吗 女人嘛 要的是一种安全感 要的是一种踏实感 因为雷诺给不了我 他经常在我最需要关心的时候 他不在我身边陪着我 然后会经常出去玩 会搭别的女孩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跟他在一起之后这些安全感有了吗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那现在的问题呢 现在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心结嘛 就对我越来越不好了 你们俩是不是觉得 只要雷诺原谅了你们 大概就一切顺风顺水了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些只是外在原因吧 关键还要靠他 还要看他怎么样 他只是每天在说 但是做得越来越少了 而且越来越不理解我了 一对年轻人一方认为是好朋友 可以谅解他们的恋情 导致了他们情感的困惑 一方却认为也许那只是一个借口 我们要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 一起真心求比特问卷 虾老师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耶 他们是把问题给复杂化 你有没有跟他道过歉 也有 就是我很想就是找一个机会 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好好的谈一谈 他是否不愿意接受 他没有表态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他 你应该是让他舒服 还是让你自己舒服 当然是让他舒服 OK 那他如果觉得呢 我就是不理你们 就是讨厌你们 我舒服得很 那你允许他这样子舒服下去吗 还是你说不行 我一定要你原谅我们 我一定要你宽容大量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心中的一个结 对 这是你心中的一个结 没有错 那还要靠你自己去打开 当然他如果愿意打开也很好 但这不是他的责任 你现在是这样的 你的确做错了 你希望他现在直接原谅你们 皆大欢喜 那这样子对他公平吗 嗯 所以我觉得你们还不如给他一点时间 允许他有这样的情绪 既然你们犯错了 一年后两年后 或许他会放下呢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你对他内疚 是你跟他之间的事情 这跟你们两个之间感情又没有关系的 我相信你当时也知道 他知道以后的状态吧 预想到 那你敢为爱情那样 那为什么现在爱情得到了 就可以忽视爱情吗 他就去爱他好了 别什么都想要 我觉得既然已经追求到爱情了 也伤害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OK 回到家 把你的难受 又转嫁给你爱的这位女孩子 他会更加的纠结 更加的难受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和你那个朋友的事 应该先放在一边 或者你跟他去单独的处理你和你哥们之间的事 然后你再好好的来爱这位女孩子 这才对 你现在弄的是一锅粥 这样下去 这个女孩子必将会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离开你 因为你不能给她幸福 你甚至还这样的折磨他 这是不对的 相爱容易相守难 伤害容易弥补难 友情爱情选择难 兄弟恋人两相难 这些所有难都是自作自受 其实这些事情本来很简单 就比如说好像有人借了我的钱 人家主动要给我打借条 这不用把兄弟情义打什么借条 是吧 就多大一回事啊 结果人家不还了 你心里难受的要死 本来是可以公平竞争的 你跟你的兄弟说 我喜欢上了你的女朋友 但凡是男未娶女未嫁 完全可以公平竞争 把这话挑明了说 你们非要这样暗暗的来 本来是公平竞争 结果就变成了爱的背叛 本来是想以不伤害对方来隐瞒 结果是更伤害对方 你说这是不是都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 可以这样说 你们俩人都是爱自己的人 你们俩都得到爱了什么 还要逼迫别人来给予祝福 他们的祝福那么重要吗 那是因为可以掩盖你们灰色的心灵 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 如果你真的把你的哥们当朋友的话 你应该实话跟他讲说 怎么办 我好像喜欢上一个女朋友 我坦承一下 其实我的第一个女朋友 她当男朋友 我们三个以前都是好朋友 我们经常出去玩 结果就发现呢 我好像突然喜欢上女朋友 但我的做法是 就不是拼命还发短信 我就开始不跟他们联络 他们开始就觉得很习惯说 本来只好突然怎么 你怎么那么冷漠都不跟我们联络 然后他们就跑来问我怎么回事 我很坦诚 我说我不能再跟你们继续下去了 我喜欢你的女朋友 后来我一直远离她 到最后他们也因为我吵 后来他们真的分手了 分手之后后来那女的变成我的女朋友 但是那个男的也原谅我 我们后来还是出去 还是好朋友 我觉得这跟我一开始 这个动作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觉得这两个男人你更爱谁呢 我对雷诺已经没有感情了 但是对他我现在也不确定了 哇 对因为他当初 对我起下的承诺 现在根本就完全都泡在脑后了 甜言蜜语的时期过去了 所以受不了了 我们听听他们的这好朋友们 都是怎么说的 来 踏浪旁观者清 我是浩哲的朋友 雷诺也应该是你的朋友 雷诺也是我的朋友 但是我从我的 做朋友的角度上来讲 从我雷诺后来做的事情 可能是影响到 他们两人感情的主要的部分 从工作上呢 他比较让浩哲为难 前二次就是对外宣称一些问题 说什么呀 肯定是说那些不好的话 从这方面就是造成 还有很多影响 负面影响 在外面压力很多 明白了 我特别想听听 这个雷诺自己是怎么想的 来我们掌声请出雷诺 来有请 很帅 模特 别一个一副受害人的面孔 别这样 说实话没必要受害者 你知道吗 我觉得首先我们模糊了一个焦点 你成年了吗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今天站在这 你想明白 你想说的是什么 第二个 请你给我想清楚了 你超过十八岁了 从我们当初节识到现在 我扶你一步一步走过来 你现在 张着你自己经纪人的态度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你曾经忘了 你曾经 最难的时候谁帮你了吗 第三 你有道德底线吗 你家人是怎么教你的 没人告诉你说 朋友到妻子在动的时候 首先想想我算不算你哥们 在你没工作的时候 我帮你的时候 我做模特的时候 到现在跟你一起在工作 在努力 为的是什么 我凭什么这样帮你 你既然当我当哥们 你感情何在 我第一句话要告诉大家就是 首先我雷诺 就是一平凡的人 我没必要拿我自己的爱情 去牺牲 第二个 我也告诉你 你觉得我是在生气 换做谁 谁也不可能心安理的 还有 我们的亲友图案 你想说你自身的原因吗 亲友图案 你现在也听好了 我因为什么离开 你以为我在刁难他 你看过我刁难他什么了吗 两个人同时在做公司 难道我就不能说 今天突然有事情 他不能去做吗 难道你不问他 他为什么要跟你分动 别吵 你先问他 你良心说一下 为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两位年轻人 我先问一个 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小雷这事情过了半年了 但是今天给我的感觉 好像还是非常的气愤 咱们不说那些气话 不说冲动的话 其实你说一句实话 就是 你旁边这个女孩子 你还爱她吗 说实话 就是两个字 失落 那接下来问题很简单了 两个人还在一起做公司 还要在一起做吗 我觉得 当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时候 你也知道 我们经历过什么东西 现在你也成长了 手里资源也不少了 你可以说公司 我继续来做 我雷诺退 也没问题 都无所谓的事 不要这样平静下来 事情第一过去了 第二可能出了之后要面对 其实今天把你请来 只是让他们俩看到 说他们的朋友 在这个事件当中 是怎么受伤的 让他们去做一些处理 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没有 特别认真的谈过这些事情 好了 现在看到雷诺的态度了 我们要谢谢雷诺 可以来 因为其实 我如果是在你这个角色 可能我都没有勇气走到这儿来 我只会默默地 在后面去生生气 仅此而已 所以还是要感谢雷诺的到来 让我们知道了 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的态度和他的心理 来谢谢他 谢谢 好了 我们看到他的状态了 那其实下一个问题 就是要问你自己的了 今天你们俩的状态 真的是因为有了 雷诺吗 真的是因为前一段 那种情感的纠葛吗 他现在觉得雷诺 有点公私不分 然后因为我 影响到他的事业了 我不是说因为你会影响到我 我只是 那你每天回来抱怨 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不是说抱怨 你明白吗 我觉得你应该能理解我 难道不够理解你吗 都已经半年了 如果你理解我 你还能这样吗 半年我每天都在倾注 对不对 如果你能理解我 你想问我的大臭吗 我的压力还不够大吗 我知道你有压力 但是既然你都说 这是一种痛苦 我又是你爱的女人 你为什么要把这种痛苦 复制一片 强加在我身上呢 你们俩在最开始 要好的时候 你们没有想到 你们要承受的舆论压力吗 和朋友之间 会想到 其实既然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 你们能够非常幸福地 一直走下去 来证明你们两之间的 这种当初 以友情为代价的 这种爱情是正确 但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 我认为 男嘉宾应该更加理解女嘉宾 你说你的压力大 你的压力大 可能是来源于事业 有情爱情的三重压力 但是他的压力 才是真正无止境 他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原则 跑到你这头来了 他来了 就是对你的一种理解 已经是对你的一种知识了 他和你共同地去面对雷诺 这也已经是一种默默的知识了 你还让他能够给你什么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千不该万不该去 再给予他压力 而且有的时候 雷诺自己也要想想清楚 自己既然那么优秀 为什么做人如此失败 朋友不是朋友 恋人不是恋人 也有自己的问题 故事如果有一个 美好的结局的话 其实我认为里面 最华丽的转身人应该是你 你可以非常宽容地 非常谦逊地去对待友谊 也许友谊还会回来 你可以以非常包容 非常伪爱的心情去 去看待自己抢来的女友 那个时候你将会是 一个最幸福的丈夫 你完完全全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表现 来结束今天的这段尴尬的事情 你没有做好 泄愤 争吵 想简单地把问题处理 要的太多都不可能实现 这个生活里要到一些东西 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 自己想想什么是最珍贵的 然后把心里话说给最方听 来我们一起进入 黄军就没有 那现在其实我见你第一面 就是已经对你 很有感觉就是挺喜欢你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最后咱俩 会因为这个会争吵 其实我也知道 我不是想冲你发脾气 也不是想冲你发泄 就是我只是就是说 想让你能和我分担一些 我真的很想一直跟你一起做下去 雷诺那边 我再约个时间 我再跟他再好好的聊一聊 再谈一谈 浩泽其实说实话 我心里真挺爱你的 可能因为当初我的天真 我以为两个人爱就爱了 爱就一定要在一起 但没想到会给我们身边的人 造成这么多的伤害 尤其是给你 再来这么大的压力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是希望身边的所有朋友都好 都能幸福下去 更加不希望再给你添加太多的压力 好 那我们亮灯吧 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来 回到你们来的地方 来 来 请关门 爱情有的时候还真不简单 是希望他们订婚呢 还是希望他们分手 来 请选择 现场52.78%的观众朋友 还是选择三个人分担痛苦 他们总觉得这样好 不能祝福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的 来一起数五个数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 谈一谈吧 好吧 希望你们三个人都幸福 谢谢 妈 谢谢 来 请回 大家的这个掌声里面 我听出了一些意思来 在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观念里面 好像 像他这样的做法 得不到大家的祝福 其实当爱情来的时候 有时候真来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聪明 如何去 在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爱情的时候 不要伤害到别人 不要触及到道德 不要触犯到法律的底线 如果那样 我相信每一段感情 都会被我们祝福 祝他们三个人开心和幸福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对情侣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我跟他呢 就是初中同学 等到08年的时候 就特别机缘巧合 我们俩就碰上了 后来呢 慢慢地大家也就 在一起吧 一年以前 他开好现在这个公司 然后呢 我呢 还是一直稳定地工作 大家呢 行业不同 相互不太理解 我也希望公司 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所以呢 也会 肯定是有一些应酬 或者说是一些交集 谁让你也会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伤害的 公司呢 我是不可能放弃的 如果说 他还是不能理解我的话 我想公司和她之间 我可能会选择公司 这大概是站在女嘉宾的角度 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女人创业 男人就不可以支持呢 她们俩的情感冲突 就在于此吗 来 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女人公宅女 25岁来自本身一位 健身教练 本科学历年 收入20万年 女主人公历历 25岁来自北京 是为各体老板大奔协力 年收入70万年 来 和请国际两位 特别羡慕这有肌肉的男人 但是身材大 心眼小 小片里说是同学 同学 98年认识 初中高中啊 初中 那会儿没什么感觉 没有 那会儿我们学习都还算不错 心也比较踏实 就是学习 等到08年吧 08年我们有一次在电梯里偶遇 我没认出他 他认出我 你是怎么认出他的呢 因为原来印象也比较深嘛 然后后来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了嘛 但是我确实还能一眼认出来他 然后我就叫了一下他外号 他都外号是 真是他 方便说吗 就叫No No 因为那会儿谁跟我说什么都说不 另外都是不 就是No No 顾先生 那个时候你没有女朋友啊 没有 你也正好单身啊 对 你就主动约人家吃饭 对 好多年不见 能在电梯里遇是一种缘分 挺巧的 然后就多聚聚呗 就不想让那种缘分再流失 多久就定下来了 说我们应该是一顿 09年的3月14号 白色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 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情人节啊 2月14号是 什么7月份有 对 什么3月14号也有 是 什么意思 2月14号是情人节 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的 那个情人节 那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 也就是说女孩送给男孩礼物的 一个节日 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 确实有一点朦胧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给他发了一个信息啊 用心的也买了一份礼物 也就算是心有灵心吧 他也给我买了一份礼物 后来我们俩就是 这样在一起了 挺好挺幸福啊 什么时候就开始 变成现在这样了呢 今年吗 发生了什么 他公司成立 好事啊 好事啊 那变成坏事 怎么了 他今年开业应该是4月16号 这四个月里边 如果能正常 10点之前回家的 好像超过三天吧 包括我生日 就是他一心都在公司了 他是这么说的 你这好像话里有话 什么叫他是这么说的 事实不是吗 事实我没有看到 他永远不相信 我是在谈事情去 他以为我去外边 又跟谁一起出去玩去啊 又跟谁喝喝酒啊 唱唱歌呀 我没有那么大嫌心 去做这种事情 多喝嘛 回去按照时候 基本上是宿醉 我不是每次都自然回来吧 好吗 不是每次 那你说的也太夸张了 但是因为我不喝酒 我没事理解他们 这种喝酒的状态 但是根本就不能理解我 我自己开这个公司 说实话挣的钱 都是一滴汗水摔八般挣出来 本来上班的时候就很累 然后反正应酬更累 我回家我什么话都不想说 我不想去吵 我不想去说这些东西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根本就不理解 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方法 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变 在我们俩感情的这个三年当中 前两年多都是文版 一起玩 一起开心 结果到这后半年 我就完全变成了一个 就像你这个题目 特别近的那个电视剧 婚姻宝卫战 里面有一个男主角 叫徐晓明 我现在就变成他主妇 我的工作就是上班 做饭 洗衣服 收拾屋子 你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我们俩经济条件都还不错 就算不开这个公司 也还不错 那你担心什么 你就是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现在你出去喝酒 陪客户 客户大部分都是男的 女人喝酒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持住自己 每次在饭桌上 只要他一给我打电话 想几事不接 电话就无数 那接了电话之后就问 你跟谁在一块 什么时候回家 有几个人叫什么名字 有意思吗 你觉得这样 我也需要分享 是吧 那么你公司的事 我也希望我能帮上忙 而且也不是帮不上 什么都不说 我昨天谈事 我是什么都不跟你说吗 我每次说完之后 然后你就不信 你就问 你就查 你们俩为性格会冲突吗 我根本就受不了 他轻轻一 不论我一下 我哪受得了呀 可能也就是推推桑桑吧 你因为是推推桑桑 拜托 有什么打算 我还想做好我公司 希望他理解我 为我父母 给我的这份钱 为我自己闯的这段事业 为我手底的这23个员工 负责任 不对不对 你是24个员工 还有一个是我 这我理解 你不理解 怎么了 他现在回家态度 就是我是他的员工 去给我倒杯水去 我就倒杯水 就拿我当员工又要训 你觉得我在训你吗 那你不觉得你得到比员工多吗 我得到什么 现在我全都失去了 反正你觉得你跟我挺亏的话吗 亏的话我看不上吧 至少不太满意 那我不知道你什么叫满意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俩好 是吗 你说吧 你有23个员工 其中 20个 都是高薪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喝 人家按时下班 我一操心的命 我不放心行吗 还有智慧啊不行 每个问题都点在人的腰眼上 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分析 找问题 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心丘比特问占 贾老师 我觉得你不够自信 不是不够自信 是不够信任 对 是你对爱情不够信任 对 我跟他在一起 这三年半 我把他的生活变得越好越丰富多彩 他把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灰索 你说明一下 就是举例说明 他怎么越来越丰富多彩 可能我以前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 但现在我的朋友都离开我 都认为我的 就整个人都不给他 我没有别的时间 我每天晚上跟人吃饭吃到九点 我不回家我就有罪恶感 我觉得家里还有什么活没干 还有什么事没做 可能他晚上回来喝顿了 没得吃 我要回去做饭 那你不觉得你的朋友 最后都跟我很好吗 这更是人家 他的朋友全变成他的了 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任 今天我相信你要去交朋友 他能挡住你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到张来 就是请三位老师 还有赵春赵老师 给出我一个合理的意见 我应该怎么做 那我自己衡量 我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我能做得到 我会继续对他搞分了在一起 如果你们给我的意见 我做不到 那我想换一个社会 压力好大的 这谁敢说话呀 我敢说话 来 杨老师 所有的一切我听出来了 你都在为他在服务 非常可爱的一个 好好先生 我觉得你很有福气 但是呢 我觉得这问题出在哪呢 帅哥你听着啊 我觉得还是出在你身上 你应该尊重他 刚才你上来的时候 你倒是说了一句 你说我身材很伟岸 但是我有个狭窄的心胸 一个男人长得可以很矮小 但是他的心像大海一样的开阔 那我觉得这个男人 都比一个身材伟岸 心眼小的人很爱 其实我心眼小 只在这近半年而已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这样 说出一个道理 有点解释一下 帅哥我想跟你说 每一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 和工作的权利 我觉得你没有权利 干涉他 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权利 我也很爱他 我也很理解他 但是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 我就想告诉你 一个女人既要爱一个家 又要出去创业 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一件事 然后作为一个 你爱他的人 你要给他一个特别大的空间 和一个宽阔的胸怀 布先生已经做得很不错 其实是十老师 你看回家做饭 在家里守候 为什么一个男人 不能在家给一个女人做饭 为什么一个男人 不能在家给一个女人洗个衣服 为什么一个男人 不能在家收拾房间 我觉得我不是女权主义 但是我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一个 当然我今天如果我老公在这 他肯定不开心听我这句话 他就讲十单平 你就是女权主义 你就是很过分 他不喜欢我这样 他就觉得我太强势了 但是我今天其实要为他说一句 真的没有什么 我觉得爱情没有高低 你就这么一点点忍让 就不可以吗 是吧 我是从小看着您的 演的戏长大的 我对您呢 所说的话 我非常非常的信任 但是我在这里请求您 站在我男同志角度 替我说一句好吗 谢谢您 好 首先就说 这位美女很有福气 她有一个这样好的男孩子 还这么的在乎你 我呢也有一个还说得过去的老公 我向天发誓 我老公从来没为我做过一顿饭 没为我洗过一次衣服 没为我收拾过一次家 甚至我的两个宝宝都是我自己带大的 他可能就能挣一点钱给我 但是我也能挣钱呀 那你说我应该早就跟他分手了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在我内心 我还残留着对他的爱 尽管我是那么的看不上他 尽管我做梦都想要一个你这样的 在家等着我 守候我 我出去拍完戏 有一顿热饭在等着我 老公给我打好洗澡水 孩子帮我 喂养得好好的 但是我没有这个福气 但是我就跟你说 只要有爱就有希望 没错 我现在讲一些方法好了 一个方法就是 要不你让他入你股 没当老板之前 一个人赚钱我舒服 现在赚钱不够 我赚够不够 我还要考虑公司赚钱 你也会很开心 搞不好还送牌 你干嘛那么早回来 这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我觉得你们态度都要改变 你需要他的时间 你不是说 我赚那么多钱干嘛 你给我一点时间 你越是这样 他其实越不理解 他越不会达到你的目的 你应该这样子说 谢谢你赚那么多钱 为了我们的将来 如果能多抽点时间来陪我 如果下次少喝醉一点 酒少喝好 你就是好太太 我就更喜欢你 我很爱你 多说这句话 我相信他会增加点时间 陪你酒车少一点 我相信能做到 你多好 我再想说 我再加上一句话 我觉得爱情 没有什么不能忍让的 我十九岁的时候 已经拍了很多戏 大家都认识我 然后我二十三岁认识了我孩子的爸爸 我就订婚了 我二十四岁结婚 我二十五岁生孩子 然后我的事业就一塌糊涂 就是再也不怎么拍了 后来很多人就问我 包括记者 说沈老师你觉得遗憾吗 你觉得自己在二十三岁时候急流勇退 你丢失了那么多的荣誉和成功 你遗憾吗 不遗憾吧 不遗憾 因为我觉得人生最精彩的舞台 未必就一定是你的公司 是我的荧幕 不是这个 实际上家庭的舞台也很精彩 我就想告诉你这个 这句话太精彩了 我说沈老师一个观点 男人不是不喜欢强势的女人 而是不肯面对弱势的自己 我们很难想象 男嘉宾平时在健身房里面 很爷们的那种工板 然后回到家里面凑袜 凑短裤那种感觉 男嘉宾非常坦言地说自己是一个大块头的小男人 但其实这种小男人的心态 我非常的理解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的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有着一个女人在默默地支持他 一个女人的成功女人的背后 有着一大帮男人在摇旗呐喊 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 所以导致到在这个男性社会里面 一个女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她就势必要得到很多男人的帮助 帮助的过程当中 就难免会暗生情愫 所以我认为男嘉宾的那种担心 非常非常正常 而且我还想告诉男嘉宾就是 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过于的担心 事实上证明 不管是撒切尔夫人 还是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 任何一个很有事业心的女强者 一旦生了孩子 马上就变了 更多的母性就发挥出来 就像沈老师所说的 她现在不后悔当初的激流涌退 可能当初会有点后悔 但后来随着自己家庭的成长 而这个家庭舞台的精彩 她越来越觉得当初的付出是应该的 对 她肯定跟她同龄人比 可能她觉得她这个舞台比他们绚丽的多 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 她现在努力挣钱 将来要努力看病 而最惨的那个是我 现在我空手寂寞 将来我独守病床 你这一点太过于悲观了 一个人就即使不去创办公司 即使在生活当中不是那么忙碌 你能保证她是健健康康的 因为我从事是一个健康的行业 我完全理解不了这种喝酒的人 那你认为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 运动 那是身体上的健康 真正的健康是精神头 你知道吗 我现在做的 所做的以前我都不会做 我都是在开公司之后才做的 说做饭 洗衣服等等 我在家也做饭 我洗衣服拖地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图老师补个掌 我认为这个东西 洗业管理说把合适的人 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其实夫妻之间谁有时间 谁做了 是不是 你应该说这个特别对 她有23个员工养尊处优 而她努力拼命在前线 身先适足嘛 这不正常吗 她没有问题 从其中这样 经营公司 那这样好了 你帮她经营啊 你帮她管理啊 成不成 我可以我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啊 那挺好 夫妻练嘛 不多好 这就要夺权嘛 那你做呀 真的不太想牺牲我 不太想牺牲我健身的时间 你练得那么大快 她一天那晚销售 有什么用吗 你应该为她分担呢 她有23个人 她那23人不是不顶用吗 养尊处优吗 她不敌你一个 她不用 不是人家不干 兄弟 你认为错的 不一定是错的 因为这公司 不是你在经营 每个人有自己经营的方式 其实方法 老师们都给你了 看不惯去参与吗 不放心陪着吗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们就是不放心 我们就是心眼小 总是有招的 你听天抱怨 还是没用的 听听朋友们怎么说 来 大闹 但是怎么让你把这种出去玩都能变成愧疚的呢 其人之道 环持其人之身 让她出去加班的时候也愧疚 朋友坚持说啊 我插了一句 就是到现在呢 本意是她 给我的感觉就是 她现在最不开心 因为她女朋友不在乎她 一个女人可以创业 可以强势 但是回家我觉得就是 没必要把公司那个 外边那个状态 还带到家里边 明白 环莉 你有没有考虑过 说让她去到公司给你帮忙 考虑过 然后也跟她谈过这问题 但她每次都不去做 那我没办法 说一次两次 她还是不去做 那我不想说第三次 我觉得你说过一句话 如果公司跟她之间 一定要选择一样的话 你会选择公司 然后你忽略一件事情 她的另外一面 叫做幸福 也就是说 如果公司跟幸福之间 你会选择哪一样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她还是 以现在这种现状 维持下去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OK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大家都要付出一点点 而不是从对方开始 我觉得你可以 稍微努力一点点 做出一点事情来 证明说我真的 有一点点进步 这样子你们才能 把这个给化解掉 可以吗 你们考虑清楚 然后向对方去表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黄金六十秒 黄金七十秒 跟你说 此时此刻 甚至咱们到天江来 这段路上 我也很自责 为什么这半年 我什么都能给予你 但是给予不了 你工作上的理解和支持 刚才台上 我也在想 我到底能不能做到 我想听听你说 我决定 我要不要继续 让他做 好吗 我知道你对我的好 但是有一点 你永远不承认 就是你自己很偏执 你总认为 自己做的是对的 或许我也很偏执 相处这么多年来 我认为公司 其实只是一个点 一个激发我们 变成这样的一个点 我不希望 化大成一个面 无论怎么样 好还是不好 也都希望你好 也许不需要 那么多时间 那就亮灯吧 别放手啊 不容易啊 走了这么久了 我觉得沈老师 那段话说得特别好 人生有很多 精彩的舞台 但是你后来发现 好多舞台 其实都是给别人的 都是属于别人的 只有一个舞台 是属于自己的 这个舞台的名字 叫家庭 两位请回 谢谢你 来 请回 来 请关门 成如他们自己 在表白的时候 所说的那样 公司只是一个导火索 其实还是在 情感生活当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的 这些问题 老师们已经帮助 他们梳理了 你们觉得 以这两个人的关系 他们今天是会 在这订婚呢 还是会分手 来 请选择 18.18%的现场观众 觉得他们分手 更多的朋友 希望他们能够订婚 还是祝福他们 但是选择权在 他们自己手里 我们一起数五个数吧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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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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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中还有一个在网络上面 包括在媒体里面很著名的事件 也是小易来参与的 来 看一下 这个是当天就是刚才您说那个网上比较 415 415惊哈高速 因为这个是发生在415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志愿者 他在高速上看一辆车了 他也是特别热衷这个救助事业 然后就给拦下来了 当时他就询问这个车主有没有什么狗证 发动微波 然后好多人就开始过去了 警察当时也已经来了 已经开始涉及到这个事了 因为我们到的时候 基本上车已经给他围了 他已经走不了了 这件事当天从一点多到夜里两三点 这个事才可以说是刚刚解决了一部分 就是说这个狗我们可以留下来 可能在场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事 你如果真在现场 你受不了这个东西 这个是国贸救的一条狗 其实在北京的这个国贸桥非常高 狗卡在那了是吧 因为这个是当时有一个 也是一个微博的朋友 他就发了这条信息 然后当时我看完以后 直接就是我们四个人开着车就过去了 前一天是下大雨 这个狗我们过的时候还是湿的 它被卡在那个桥的两边 中间那个缝里 我们会发现 它一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滔滔不绝 所以我们这个片子还没有看完 我们来看完它 来 完整地看一下 所有人都要这样 羊羊 羊羊 你怎么放在这里 小心把你踢下 谢谢我 谢谢 谢谢我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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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